要晃動 避早衣服 辛苦開採出來的煤荒 經過實力篩減清洗乾淨之後 都受到它的缺乏 早期這些煤荒 被用在磚窯 水流製造 和整齊火車的發動 以及火力發電 現在重光和新電池煤荒 將煤集中到十分車站 再將運輪火車開往桃園火車站 在那裡結合其他的煤車 一口入完一口 這趟鐵路之旅 不是一百乘客所搭乘的 它是專門運送煤棒 和貨運煤主的支線 我們現在所開往的目的地 是位在桃園離口海邊的火力電廠 它隸屬於台灣電力公司 是全省唯一收購本土的地方 而全台灣目前有十八座回發電廠 是以燃備的方式發電 除了燃口電廠之外 其他十七個廠 完全採用鏡頭的門來發電 早七年我們台電火力電廠 是因為我們燃油的重點 那自從能力回去之後 這個油價爆炸 而且還買不到 那個量還買不到 沒辦法動用我們 我們台電廠也是在燃料 多洋化的政策之下 那麼就趕快來改基礎 來燒煤發電 到現在為止的話 因為台美媽媽會瘦掉 因為它價錢太貴 因為生產成本很高 每一頓煤炭 我們贈給他們的這個 補導價是兩千七百多塊 那是外煤 一頓煤炭的話 也會升值了一千多塊 競爭不夠人 所以慢慢的運作 它開採也是很困難 慢慢慢慢往海底下 很深層的地方開採 所以又危險又貴 像民國發電廠來講的話 一免可以燒到一百二十萬噸的煤 那麼其中一百萬噸就是用外購的 只有二十萬噸才用省煤 因為跨過年 你的老化是斷層 也因為台灣煤層吸活 現變強要有限 以至於在採煤成本上不提進口